弗兰奇布鲁克乌索普三人听闻大和竟然是凯多的儿子 吓了一跳 纷纷摆住架势准备战斗 大和见状连忙解释 我和之国第一孝子大和虽然是凯多的儿子 但并非大家的敌人 相反 我还想上船成为大家的伙伴 山智从远处奔来准备于大和决一死战 一见大和的美貌和宽广的胸怀 当场就表示 怎么好看怎么可能是坏人 藏帽孩子团欢迎你 众人很惊喜 这家伙身上没有什么恶意 而且人美心善胸怀宽广 看起来有几分实力 如果上船的话 势必为队伍添加一份战斗力 布鲁克和山智当即表态 举双手欢迎 深彼则认为 这种事还得船长批准才行 没有船长亲口宣布 就算是女帝来了也不能认同 此时 陆飞和索龙以为在战斗中精疲力尽 已经沉沉的睡过去了 大和头去关切的目光 大和笑了 他和草莫藤的众人 深情并茂的讲述陆飞的战斗 陆飞的战斗 让人振奋 每一招每一招都让人直呼厉害 真想拍摄下来 让所有人都看看 白兽团的残党们 眼见形势不妙 准备开溜 如果再逗留下去 一定会遭到和之光民众的报复 甚至沦为奸下囚和奴隶 他们吓得转身逃命 大和大吼一声 吓得几个逃命的小喽啰 待在原地不敢动 连连求饶 给负者长级路人和星星人 一起为大和站脚诸围 谴责白兽团的小喽啰们 战败出逃乃士兵之主 等一下 你们几个临阵倒戈 算怎么回事 大和的表现 让无所不等人看见 这家伙确实不像敌人 那么话说回来 这些被小玉的团子 策反的给负者 未来会怎么样 小玉给出答案是 自己的能力 在出现同一个月亮时 就会解开 也就是会持续一个月 一个月后 有些动物会恢复原样 有些动物 还是会和小玉很亲近 大概是因为动物的性格不同 小玉认为 动物们肯定会选择 让自己更舒服的一边生活 马美斯皮德抱起小玉 她认为 待在小玉身边更幸福 所以一定会一直和小玉生活下去 妈美尖叫一声 突然被万点可爱之箭所击中 这突如其来的摩埃泛滥 是怎么回事 妈美紧紧拥抱小玉 感动得泪流满面 和之国大战结束 海上爆发 海底火山喷发 一条桃色巨龙腾空而起 随后扎在地上 民众们吓得四下逃窜 他们以为凯多来袭 人群中有人大喊 这些大人们并非凯多的手下 凯多已经不在了 烟沉中 穿色狼与小子走出来 逃跑的群众们都愣住了 这不是花之都的狂死狼老大 和花魁小子大人吗 大多数的国民并不知道和之国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听说过 小子大人死掉了 举过哀悼 后面的人听闻 狂死狼与小子现身 纷纷围过来 想一探究竟 走在传色狼和小子二人身后的 则是以几位门为首的 光月家的吃笑武士们 民众们倒吸一口气 他们只知道 二十年前 这些武士都已经死绝了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民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甚至宁愿相信 和之国所有人都死了 这里是皇权之国 也不敢相信 吃笑武士们都还活着 虽然过了二十年之久 但吃笑武士们在和之国的影响力 不减当年 几个人刚一露面 立刻在人群中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大家万万没想到 吃笑九霞居然回归了 二十年前 十大人的预言成真了 人们欢呼雀跃 人们迫不及待地搬来光化天罗 将这一喜讯通知到全国 九里 灵后 白武 西美 吐井 惠比兽村 同时收到了 从都城传来的光化信息 全国人都看见了吃笑武士 归来时的震撼景象 在诸位吃笑武士的身后 一个高大的人营走出来 吃笑武士们带来了 何之国的新任将军 那就是光月 唐之助 姐妹们等人纷纷下跪 唐之助宣布 火之计不会结束 从明天开始 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买卖 酒也可以开怀畅饮 打水也无需付钱 工厂不会再排出 摧散国家的毒物 何之国不需要奴隶 所有人不用再受苦了 小玉看着影像之中 那个高大的身影 眼中闪烁 这么多年了 苦难好像已经被 何之国的民众习以为常 经常听说 工厂有人死去 人们被压迫 致死已经成了常态 大家对生活和幸福 不保有任何希望 行尸走肉的活着 因为 也许明天 死亡就会轮到自己 小玉的童年 只有浓烟充斥的天空 污水灌满的河流 吃不饱饭的日子 麻绳专挑戏处断 有一天 更大的痛苦 临到了小玉 有人告诉她 她的父母突然离世了 小玉咬着嘴唇 眼泪在眼中打转 小玉忍着痛苦 亲手将父母掩埋 她仰装乐观的 安慰死去的父母 为了活下去 小玉学会了编织斗笠 在大学纷飞的寒冬里 小玉穿着淡薄的衣服 沿街叫卖 可是在民不良生的和之国 贫困的喝吃小玉一个人 所有人连自己的温饱都顾不了了 谁还有余力 可怜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呢 小玉的斗笠无处受卖 她和狗子 每日都在忍饥挨饿中度过 直到有一天 一个戴着大天狗面具的男人 突然出现在小玉面前 小玉吓得失声尖叫 以为遇到了妖怪 断刀降飞车 想要买小玉的斗笠 小玉的手 死死捏着斗笠 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飞车安慰小玉 再忍耐一下吧 再过几年 只要命为光月的强大武士们回来了 这群恶鬼被讨伐消灭的日子 就一定会到来 小玉泪流满面 看到飞车坚毅的眼神 小玉第一次对未来有了盼望 小玉相信光月会打倒恶鬼 在那之前 自己一定会好好忍耐的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 幸福的生活真的来到了 小玉抱着纳美放声大哭 所有的委屈 痛苦绝望 一股脑的释放出来 小玉知道 从今天开始 自己终于不用再忍耐着生活 自己终于可以过上 埃斯大哥和陆飞大哥口中所说的 能吃饱饭的日子了 陶志柱震声宣布 大蛇的暴政结束了 屈服于凯多的日子 都结束了 陶志柱拔出武士刀 樱花漫天飞舞 和之国的自由之风 吹散了沙尘 陶志柱向国民讲述了 和之国的解放真相 他从海外找到了可靠的伙伴 率领武士们与海贼 毛皮族结成联盟 一同讨伐归岛 凯多 大蛇 百兽海贼团 民众们发出不可思议的叫声 海盗那段怪物居然会被打败 可恨的大蛇也不在了 不会再有可怕的事了 可以喝上干净的水了 火之际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地狱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这些都是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民众们喜极而泣 爆发出欢呼声 这一路走来牺牲了多少伙伴 佩德罗 阿修罗童子 以藏 老康 他们的血 铺出了和之国的解放之路 用生命 换来了国民们的自由和幸福 陶志柱受刀入鞘 手臂激动的颤抖 结尾们看清陶志柱的脸后 愣了一下 陶志柱求助结尾们 接下来还应该说些什么 结尾们微微一笑 陶志柱深吸一口气 想起了陆飞鼓励自己时的样子 陶志柱恳求和之国的国民们 能够借力量给自己 继续努力工作 共同治理和之国 被小忍的熟熟能力催熟的陶志柱 样子有了极大的改变 成熟而且帅气 和当年的光悠玉田 简直一模一样 民众们高昂的呼声表示 大家完全信服陶志柱 正统的将军回来了 和之国千百万的民众 等的这一天很久了 拥有大人外表 八岁孩子内心的陶志柱 正式成为和之国新任将军 姐妹等人忍不住大哭 大概是见证了陶志柱的成长 大概是看到成年陶志柱之后 想起了他们的玉田大人 武士们收到入窍的 未来天空之下 落营兵分 这里是九福盛民的武士之国 仰望夜莺的是 十年八岁的男子汉 拥有被超常人的情义和同情心 力量还有待成长 明治后世的和之国名将军